字幕提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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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生活甜甜甜甜的時間 今天有我Snow和Charles Charles,今天有些像意大利麵包 是,沒錯,我們今天做一個 芝士粟米包 芝士粟米包 首先需要做一個中種 我們一起來看看中種的做法和材料 接下來Charles會教大家做一個西式麵包 就會用到中種 其實之前教大家做麵包的時候 都有用過中種 到底這次和之前的中種有甚麼分別 是,今天我們這個中種 就是用一個蛋白 代替了平時的雞蛋 那用蛋白代替雞蛋有甚麼 因為我們今天的麵糰 它是鹹鹹的,想它白色一點 所以我們就用蛋白 我們用少許這個芝士 是 加少許奶粉 加少許鮮奶 加少許蛋白 加少許蛋白 我們慢慢拌一拌就可以了 平時拌勻 平時拌勻 用這個芝士 好,然後我們就 倒少許高筋粉 然後把麵糰放進去 然後我們慢慢拌勻 拌勻 拌勻它好像一個麵糰一樣 那我想問一問 為何你全部用牛奶 要是奶粉再加牛奶 這樣的配搭呢 因為奶粉 又會幫助麵糰更香 對 對,而且又會幫助它 吸水量更多 對 麵糰也會更軟 對 對 對 慢慢拌勻它 一團這樣 嗯 然後我們開快速 打它一會 是 好,這樣就可以了 好,我們先關機 然後拌勻 拌勻兩個工具出來 我們用盤子 放少許油來 讓它不要黏著盤子 接著我們就把這個棕筆出來 我們輕輕地弄一弄圓形 就放在盤子裡 是 接著我們用保鮮紙蓋著它 我們要把它拌勻一個小時左右 讓它鬆了 我們才用來打一個麵糰 好,不如現在我們一起來看看 麵糰的材料和做法 是 Charles,平時看你做麵包 你會把餡料放在中間 或者放在表面 是 但這次很特別 你會把餡料拌在麵糰裡 是 因為今天做一個芝士粟米包 我們就把芝士和粟米 拌在麵糰裡 是 我們再打這個麵糰的時候 再加一點芝士 嗯 砂糖少許 少許鹽 是 鹽的份量要留意不要太多 否則它太鹹了 我們加上粟米蓉 我們今天用粟米蓉打麵糰 我們盡量不加水 我盡量不加水 所以才用粟米蓉 我就在想 反正都有粟米 為何還要用粟米蓉 就是這個原因 我們加上粟米蓉 因為加了粟米蓉 讓粟米的味道更香 好 這裡輕輕拌一拌 是 我們又可以把粟米蓉加進去 是 我們很明顯看到粟米蓉 它發酵了的時候 就是大過很多 是呀 之前做好 剛剛做好就是這個尺寸 然後發酵了之後 就變成這麼大 兩倍至兩倍半左右 其實份量是一樣的 是 看到它比較大 它不是比較多 其實 好 我們這樣把它放進去 加上少許糕筋粉 嗯 這裡我們再攪拌均勻 如果它彈上來 我們就要用膠掛 這樣搓拌 因為今天的份量 就是會較為結身一點 是 這樣就要 攪拌的時候要小心一點 它一彈上來 我們就要適機這樣搓拌 是 慢慢要攪拌均勻 好 攪拌到差不多攪拌均勻 我們加上少許鹹牛油 嗯 那有少許油 它那個麵團 都要容易搓拌均勻 但是那個牛油 我可不可以直接用有鹽的牛油 這樣就不加鹽 如果有鹽的牛油 它又未必足夠鹹度 是嗎 對 通常我們做餅 都很多時候用這個 淡牛油 嗯 因為淡牛油 它的奶脂成分 其實是多於鹹牛油 所以它比較香 原來是這樣 對 在Charles做麵包 發現真的變化很大 對 因為你每次做都有點不同 其實麵包可以 數得出幾百款不同的麵包 對 對 對 通常我們大部分的麵包 都需要一個有麵筋的 嗯 我們試一試它 麵筋打好味道 嗯 我們這樣搓一搓 之後慢慢拉一下 是 慢慢拉 我們看到那個麵團 拉到一個薄膜這樣 它不是不會斷 它會斷的 是 我們有一個硬性就可以了 好 接著我們可以把麵包移出來 因為我們要加一些粟米粒 是 還有芝士粒 如果我們預先加了 可能會打到它融化 是吧 所以我們現在先要倒進去 那就是粟米粒 還有這個芝士粒 是 接著拌勻它 是 如果大家喜歡 可以買一些高溶點的芝士粒 它看出來就不會太融 是 它看了之後 還有一個粒芝士在裡面這樣夾 嗯 好 然後我們把它放在桌上 灑一點粉 輕輕弄它一個圓球的形狀 盡量把餡料放在裡面 會不會有點難度 因為它們一粒粒 其實它發酵鬆了之後 就會黏在麵糰裡面 嗯 我們又要少少油 是 把它放在盤裡 就鋪回保鮮紙 這次發酵的時間就會快些了 因為我們已經有個中種幫助它發酵 是 這裡我們發酵它大約 20至25分鐘就可以了 嗯 接下來就可以做造型了 沒錯 我們今天的造型 就是做到一個四方形的麵包仔便可以了 嗯 好 我們一起來看看做法 Charles 是 其實做麵包可以訓練到我們的創意 是的 今天又會教大家做甚麼造型 其實做麵包也可以千變萬化 不過今天我們就簡單一點造型 我們按一手指 是 看到麵糰不會馬上黏起來 是 即是代表它的基本發酵已經完成了 是 好 然後我們加少許果蜜粉 嗯 因為它有少許鹹味 所以我們就加些高筋粉 拌勻它 讓它的鹹味不要太重 好 然後我們灑一些粉在桌上 我們用來做手粉 嗯 把麵糰倒出來 也灑一些粉 我們先把麵糰倒進去 是 我們把它拌勻它一個長方形 嗯 其實這個麵包做出來有些好像意大利包 嗯 意大利包你可看到底面也有些粉 是嗎 是 Charles 是 這個要拌勻到多薄 我們拌勻它一個長方形 然後把麵糰倒進去 嗯 因為看你做多大的麵包 嗯 如果你做大一點 就厚一點 如果像我做今天這個這麼小 就不需要太厚 嗯 一個四方形的薄片就可以了 是 好 然後我們用一個四方形的薄片 灑一些粉 把麵糰倒進去 把它鋪上去 先把它鋪上去 我們按好一個形之後 讓它鬆一鬆 我們才把它切開 是 這個麵包要大約鬆多久 其實我們把麵包弄到四方形之後 大約鬆十分鐘 讓它的麵筋鬆一點 是 切的時候它不會彈回頭那麼厲害 然後我們灑一些果蜜粉 嗯 好 接著我們大約切它 十六份左右 是 好 那你隨你自己喜歡 有多大個 老婆 如果你想大件一點 那就開大件一點 是嗎 那我們就 這個尺寸小嗎 這個尺寸 我想應該焗出來 也有差不多尺寸 其實 那 比一般買的會小一點 嗯 我們把它切開一件件 是 然後我們放在焗爐盤上 好 但我們也不能立刻焗它 立刻焗它 它會較為實一點 不好吃 嗯 我們 讓麵包鬆了 即是再厚一點 是 鬆一點 我們用180度火 大約焗它十至十五分鐘 有少許金黃色 可以出爐可以試吃 嗯 那這次的做法也比較簡單 不用塗蛋漿 又不用調小火 嗯 沒錯 好 是否看見也很想吃呢 那就讓我先嘗嘗 想吃好東西當然要辛苦一點 不過呢 幸好我有Charles在身邊 是 所以就可以坐享其成了 嗯 是呀 其實意大利包它有些粉在面上 是嗎 嗯 不過我們今天還加了這個 芝士粒和粟米粒 嗯 嘗嘗味道好不好 咬下去吃得很香濃的芝士味 嗯 沒錯 其實芝士和粟米 都可以自己隨意地加減 嗯 而且在鬆軟的麵包裡 突然之間還可以吃得 脆脆脆的粟米 不過如果我吃 我喜歡夾多塊牛油 夾多塊牛油 還可以 還好吃 這個麵包 我覺得無論是吃午茶 或者是早餐 都非常適合 是呀 所以現在很多朋友都喜歡 自己家製麵包就這樣選 嗯 各位觀眾 你們都快點回去自己試一下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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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